那么好 今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们先讲讲印度 今天讲印度 我们从四个角度来讨论印度问题 第一个是讨论印度的复杂结构 第二个讨论是印度的文明程度 第三个讨论是印度未来的走向 第四个才是中印关系 印度的复杂结构 印度的民族构成是一百多个民族 印度的有文字的语言55种 有文字有文学的语言55种 印度使用的方言2000多种 2000多种方言 而且它的方言和中国的方言不一样 中国的方言因为是同文而不同语 所以我们还可以猜出来 就是你听你南话 广东话可能有障碍 但你还能猜 或者是用笔写下来 只是发音不同而已 但印度完全不同 他们是不同文不同语 民族构成极之复杂 这是印度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印度的种族也极为复杂 印度的民族和种族这里边是有交叉的 种族的复杂导致印度出现了很神奇的状况 因为民族它是一种血统的传承 而种族它是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类别 它有交叉 而且是复杂的交叉 比如说巴基斯坦 孟加拉是孟加拉族 巴基斯坦和印度 巴基斯坦和印度在种族上是有交叉的 但是宗教上是有分别的 孟加拉是种族和宗教都和他们不一样 斯里兰卡特别是泰尼尔地区就更为复杂 它的复杂性就是它的民族种族语言的复杂性 导致印度这个国家的治理 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高度的中央集权 或者形成高度的统一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印度始终存在着非常强大而繁杂的土邦 如何理解土邦呢 我想你把它理解为山寨 就更为恰如其分一些 印度除了民族种族问题以外 还有阶级问题 它有种性制度 印度的阶级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里边呢 我想谈一下印度的政治人物和中国的政治人物的比较 主要是圣雄甘地与毛泽东的区别 其实圣雄甘地和毛泽东 他们起而进行社会改造的时间节点 差不多 我们现在是建党百年 印度的起点呢 可能比共产党的起点还要早20年吧 如果要算印度的这个历程呢 大概他们是从上个世纪的初业开始 也是在跟共产党建立的同时呢 他们进入到一个争取民族自决 争取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 这个也不奇怪啊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了对全世界的无远佛界的冲击 十月革命医生炮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给全世界送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中也包括印度啊 所以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啊 也是从这个几乎跟共产党建立的同时开始启动的 而且呢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发展的状况要圆好于我党啊 我们2011年建党之后其实非常残酷的见识 但是 但是 于中国的情况类似啊 中国呢 是由一群啊 留学生啊 我们在很多的都是 不管是刘日的 刘法的 勤工俭学的 刘苏的学生啊 在国内掀起 这种 民族解放的运动啊 印度呢 也是留学生 但印度的留学生呢 有点意思啊 他们当然主要是刘英啊 刘英的学生啊 包括圣雄甘地本人 包括尼赫鲁家族 这里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 巨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产生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完全属于留学生 你如果单纯的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他不是由 啊 一群 留苏的学生 或者是留日的学生 或者是留法的学生 来完成 这个现代文明 在中国的 本地化 他恰恰是由一个 韶山冲立出来的孩子 有极高的 儒学 或者是中国哲学 底子的学生 在接触到了 现代西方文明之后 形成的一种思考 形成的 现代性的中国化 我可能说的复杂了已经 而在印度 这件事情 没有顺利完成 要知道 中国经历了三次土地革命 经历了工商业改造 经历了 57年反右 经历了大跃进 经历了文革 印度 没有经历这些东西 他们只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经过谈判 甘地和英国 我忘了英国人的名字叫什么了 很著名的 当时的英国的首相 他们的谈判的结果 是印巴分治 然后在我国建国一年之后 印度共和国建立 我在 我在说什么呢 我在说 印度 印度 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 只完成了 第一步 这第一步还是不彻底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 印度 只推翻了半座大山 就是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 通过我刚才说的一系列的革命 我们把三座大山推完了 完成了社会的改造 政治上的重组 经济上的重组 文化上的重组 然后 其实是比较深刻的引入了现代性 与中国本土的哲学和本土文化的一次融合 形成了新中国 其实你看印度也会更佩服毛泽东这一代 甘地只是在形式上驱逐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请注意我的用词 是驱逐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而并没有完成彻底解决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 特别是对印度经济的控制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 印度的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 因为没有经历深刻的社会革命 没有得到解决 就是他的帝国主义解决了一半 封建主义完全没有解决 官僚资本主义更没有解决 所以印度没有通过一场深刻的革命 来完成现代性与印度本土文明的有效结合 从而产生一个崭新的国家 当然了 我们从来不能苛求别人怎么做 因为印度的复杂结构 可能是普通的政治家 甚至包括像圣经甘地 尼赫鲁这样政治家 所无法完成的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那么的幸运 产生一个毛泽东 因为这种事情 它是神来之地 并不是历史必然 一定是怎样怎样 所以印度的复杂结构 产生了印度的深刻的问题 至今 三个问题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三个问题 都没有彻底解决 所以 印度如果想像中国一样的 实现崛起的话 它还需要革命 或者是深刻的社会变革 革命这种事情呢 在印度是不能发生的 一会我们谈印度的未来走向的时候 会讨论到这一点 我刚才说了 它的民族种族的复杂性 它一旦革命以后就会四分五裂 改革行不行呢 其实印度的政治家一直在拼命的努力 显然改革的效果是有限的 包括这回莫迪 大家不要小看莫迪老先 包括莫迪 利用印度教 利用宗教的这种力量 来推动印度的现代性 至少莫迪解决了厕所问题 但厕所问题 只是一个标志性的 现代性的问题 根子的问题 实际上是要解决 彻底的解决 印度的阶级问题 但这个显然是莫迪 利所不能及的 印度实际上在呼唤 他们自己伟大的政治家 未来十年 二十年 能否出现一个为印度全体人民 接受的伟大的政治家 带领他们走出这段黑暗的历史随道 见到一个光明 完成政治体制重组 经济体制重组 建设印度的现代性 好 我们说一下印度的文明程度 印度的文明程度 你可以说它非常高 我是学财政的 我研究过印度财政和印度的税制 印度是有直接税的国家 而且它直接税建立的时间节点 是1940年代 它有遗产税 有赠予税 有富豪税 有房产税 它都有的 如果从制度上面设计上来看 印度的文明程度 不在中国之下 因为毕竟是大英帝国之下的原来的13个主要的省 或者是邦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总体的结构 就是英国当时设计的这个结构 如果从税制的角度来看 它的文明程度 高于中国的 不低于中国 中国到今天讨论这些税 还是那么的困难 但印度在设计上已经完成了 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确实不仅仅是一个税制 它是一个完整的宪政体系 制度体系 从体系上来看 印度的文明呢 就有点意思了 一方面 它非常文明 非常现代 另一方面 它极度原始 极度落后 所以它是一个 我刚才说了 印度的这个社会结构是极为复杂的 印度的文明程度 就是极为扭曲的 极为扭曲 为什么 因为 印度 始终处在一个 不能完成 中央集权的 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 它的离散状况 耗散结构 已经是 一直是它的主流 或者是它的 存在状况 从建国那天起 印度现在建国 也71年了 它的状况 一直处在一种耗散 离散和耗散的结构 你知道不能建立 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 如果不能建立 有效的中央集权 必然是一个离散的结构 这个离散结构 必然产生耗散 耗散的结构 是没有办法集中力量的 与印度的文明程度相对应 印度的经济结构 也是极为有趣 它既有非常发达的软件行业 它在数字经济领域里面 它在某些领域是非常先进的 甚至在生物科技方面 它们也是非常先进的 航天部分的制造 工业制造 也是具有现代水平的 达到了一定高度的 顺便说一下 印度的教育 印度的教育还是可以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差 但是它的文明程度 是一个扭曲的结构 它不是一个系统的结构 我们虽然是有问题 中国的文明程度 怎么说好呢 我有时候会这样说 就是中国人民的文明程度 已经达到了当今世界 几乎是最高水平 可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程度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也就是说 我们的官僚体系 远远低于中国老百姓的文明程度 官僚文明程度 低于中国老百姓的文明程度 形成了一个特有的 在21世纪 20年代 我们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现象 你说是不是中国的文明程度也有扭曲呢 是的 是有扭曲的 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有着某种必然的 中国大概有10万人构成的 中国的 目前的构成中国的一个特定的 超然的统治集团 或者叫既得利益 这10万的净值人群的人均的平均的财富水平是10个亿 也就是说这10万人控制了10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 不光是控制资产 他们也控制了大部分的权力 这个权力包括了政的权力 立法权司法权和金融权 也包括了经济的权力 财政主权金融主权和要素权力 也控制了文化权力 教育学术传媒 中国也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个特殊群体的文明程度是极低的 可能好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但我必须说这10万人的文明程度跟14亿人的文明程度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个情况和印度是反过来了 就是印度其实在他们的高端的部分 还是有一部分人像莫迪这样有理想 肯奉献有名牺牲的这样一群人存在 但是中国这10万人那就比较麻烦 就是需要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不再教育的话 他们就要走偏 我们通过中国的直接税的情况 通过中国金融的情况 和我上次讲的深房里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10万人真的是很多 很胡闹 就是如果稍微 中国老百姓稍微松手呢 他们就立刻把中国变成拉丁美洲的 印度的文明程度在短时间之内难以提升 这里边呢 有诸多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印度在很多方面 他们非常自信 他们认为他们比中国强 印度才是真正的大国 是不是这样 有一部分是 我刚才提财政制度 税收制度 是英国人设计这套制度 的确就现代性而言 远远超过中国 中国到现在 如此扭曲的税政制度 你敢相信吗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性的东西 它是一个 是 接近于史前文明的东西 这10万人非常糟糕 他就不让你往前走 但印度在这方面就走得非常好 但同时 由于没有毛泽东的出现 他没有经历土地革命 没有完成彻底的社会改造 他的中下层的文明程度 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才有 因为反封建不彻底 所以才会 我们不是说 宗教信仰不好 我们也不是说 喝牛尿 用牛粪洗澡 一定就不对 或者是不好 但他表达了一个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 就是他的现代性 谁来证明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呢 那就是冠状病毒 他来证明你这个现代性存在的缺失 你的文明程度是有问题的 我们在讨论印度的时候 要看到印度的复杂性 多样性和多面性 要对他有一个立体的看法 不要简单的对印度做出评价 那么印度的未来走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个人认为 当一个民族经历了苦难之后 他们会产生一些 会产生一些向上的想法 就是印度在惨烈的疫情之后 可能他们会产生 他们的特别是他们的上层 他们的知识精英会进行思考 他们确实需要一个 比莫迪 比圣兄甘地 更为厉害的政治家 或者是政治家群体 带领印度 以革命的方式 或者是以改革的方式 来走出这个历史的民局 但我要说的是 我个人认为10年之内 2030年之前是没有可能的 英国人说100年之内 印度都无法超过中国 这个话说的绝对了 两个绝对 第一个 中国这10万人怎么办呢 就是老百姓用什么方式来教育 这10万人是个大问题 现在教不好 你怎么跟他说 他都不听 他非要往拉美的 北非中东拉美的道上走 他就是通过财政 扭曲的财政 扭曲的税政 通过极为 极为诡异的金融操作 累积了百万亿级别的财富 而且这个财富呢 无法让他完成司法确认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 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这个不稳定的状态 如果能够完成跨越 这个不稳定的状态 如果能够完成跨越呢 中国将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那我相信中国的崛起 而且中国会走向 中国的现代性会在这个层级 最高层级获得表达 并且会形成崭新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 就是新社会主义论 形成资本人第四卷所描述的状况 然后不但中国崛起为政治经济文化上 极为先进的国家 同时是引领世界进入到一个新时代 我们希望是这样 但要解决这十万人的问题 因为这十万人 我有时候在想这十万人里边 一小部分人大概有一两万人 是受过极好教育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两万人 受过极好教育的人极坏 坏到你难以想象 当然剩余的部分是时代的 弄潮儿了 就是你不能用好坏来形容一个人 比如马云 比如马云这样的人 马化腾 马明哲 阿森马 你不能用好坏来形容他们 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 他们是决定聪明 用智商来衡量是极高的 情商来衡量是极高的 但用道德的角度来判断的话 就很难说 当然了 整个这十万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确是精英 但精英能否成为贵族 精英能否成为责人 能否成为这个时代的引领者 能否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 那得人民教育他们 人民要不教育他们 就难说了 好吧 印度未来走向有三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天降猛男 带领印度在未来的20年左右的时间 完成转型 并花半个世纪的时间 50年时间完成印度整体腾飞 与中国比翼齐飞 甚至超过中国 这是最好的状况 第二种状况 印度维持现状 很维持现状 再来个莫迪老先 维持现状 即便是维持现状 印度也不可避免的在十年之后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不可避免的在二十年之后 印度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或者是甚至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都存在 第二种可能性 第三种可能性就非常非常麻烦了 就是如果印度不能很好地处理政治上的问题和经济上的问题 如果再叠加自然灾害 类似于冠状病毒这样的东西 印度这个国家有可能会走向分裂 因为它本来就是如此复杂的民族种族问题 又有如此复杂的阶级矛盾 它会走向分裂 如果走向分裂的话 那么英国人就说对了 不是一百年追不上了 可能 一千年也追不上中国了 因为 一个完整的中国就即便是出了问题 它仍然有逆转的条件和空间 而印度14亿人口到这个状况 如果出现了分离和分裂 那么它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那么如何来最后一个问题 如何来看待中印关系呢 其实我始终认为中国人不大习惯 理解别人的焦虑 比如说理解美国人的焦虑 当年大清帝国不理解大英帝国的焦虑 就是白云都让你赚走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最后开始派新队来强行卖鸦片 后来我们不能理解美国人的焦虑 就是如此巨额巨大的贸易顺差和 如此情况局面出现 我们因主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缓和对方的焦虑 同时有序的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问题的责任 全推到对方头上 做一般的道德制作 我们理解印度的焦虑吗 看开地图看一下 印度与中国所交界 所临近的国家 与邦 尼泊尔 缅甸 孟加拉 巴基斯坦 你知道他们都与印度的关系 西维俄的当然是印度的责任大一些了 而这些国家相邻的邦都有独立的倾向 其中最有独立倾向的就是西金邦 原来是西金国 后来被印度占领 其中阿拉姆邦 庞哲普邦 也有分离倾向 印度的领导人 紧张不紧张 非常紧张 印度的领导人 为什么跟中国一直处在一种 怀疑 狐疑 狼固 制造冲突 制造民族对立的情绪的上面 因为中印友好 你知道牧林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将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修到尼泊尔 修到布丹 那么西金邦怎么想 我们也想修啊 我们也想办办旅游啊 我们也想出口商品啊 我们也想发展经济啊 庞哲普邦不是吗 如果这些邦都跟中国建立联系 你到他们 打个不恰当的例子 比喻 墨西哥临近美国的那些省和市 如果你允许他公投的话 你是愿意做墨西哥的省 还是愿意做美国的一个州呢 公投的结果 几乎不需要讨论啊 目前印度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们呢 非常幸运 他们遇到了当代的中国领导人 当代的中国领导人 具有某种儒家王者的风范 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打算 啊 做小动作啊 我们就没打算 在西金帮啊 搞一点事情 在庞哲普邦搞点事情 在阿拉姆帮 在藏南地区搞搞事情 其实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 不是像美国那样 不做 对不对呢 从道德的角度上来 是从国际政治关系的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讲 似乎是对的 但站在人民的角度上 可能又不对 站在中国本土本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 可能也不完全对啊 实际上 在处理中印关系方面 我觉得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就是我们不能采取过往的那个状态 就是当年由周恩来制定的这个牧林政策 我个人认为 我们并不是要输出革命 但是 我们应该 应该有序的输出现代性 输出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现代性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然 整个印度的北方帮两亿人口 其实他就算是公投 加入到中国来 中国可能也不能承担 就是我们好朋友扶贫了几千万人 现在又来两亿人扶贫 可能也承担不起 做不了这么伟大的工作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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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采取以前的那个政策了 中印关系 我们不应该在外交上面使用一些词汇 使用一些过激的词汇 我们更不应该在国内舆论主导上 采取对阿富汗对印度人民的那种歧视 蔑视 非常糟糕 就是不要去歧视他国的人民 他国的人民可能会有缺点 我国在民国的时候 我国的人民也是东亚病夫嘛 我们也有问题的 不要去歧视他国人民 不要用阿富汗这样的词汇 不要 不要 要有一些悲悯 我们可以去歧视 印度的政党 政府 官吏 但我们不能歧视印度的人民 这件事情 今天反复说一下 我对中国的主流媒体 特别是对左翼的一些媒体 对印度人民的这种态度和状态 我感到愤怒 就是不可以这样 因为你们不可以用幸灾乐祸 用一种小人的东西来看待这些事情 要考虑我们能做什么 特别是对中国的邻居 邻居 邻居不是说它是个国家的邻居 就是我们相邻的部分 我们应该给他们带去什么 其实我们对尼泊尔 对布丹的做法非常好 我们当年对不起西金 你要知道西金国王 被迫被人处理之后 最后是唱的中国国歌 他们是升起中国的国旗 后来他们变成了印度的领土 这段历史非常惨烈 在处理中印关系上面 我们并没有领土方面的主张或要求 但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 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非常非常讨厌 我们在对外关系处理上面 只是在嘴上做 只是在嘴上做 我们没有前身的意识和行为 我说前身的部分 是非外交非军事的那个部分 包括了有序的经济建设 包括有序的特区建设 包括的有序的文化交流 什么都不做 好意思谈中印关系吗 你谈什么呢 所以中印关系一共是三个面向 这三个面向都极为重要 这第一个面向就是 要让阳光洒向中国的边疆 第一个面向就是 我们让老百姓能感受到中国的文明 文明的力量 其实在西藏地区 很多藏人脱贫之后 生活变得非常好 深刻的影响了在印度的藏人 以及西藏边界的印方的老百姓的看法 他们觉得 哇 还是中国 中国人好啊 住小洋楼啊 吃穿用 都是现代文明啊 那边呢 不是差 是差很多啊 我们在阳光以路方面可以多做些工作的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再使用那种不恰当的外交语言 不再使用那种不恰当的国内舆论传媒对印度的导向 我们不可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以蔑视一个大国 14亿人口的大国 尤其是不能蔑视他的人民 这是你自己不闻你 没有进入现代性的标志 所以第二个导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外交上面 我们还是要持有一个高度的温和和友好的态度面对 不管印度的政治家以何种方式 我们在外交这个层级上都必须是调达为充分的友善 第三个层级涉及到国家安全 就是当印度加入到四方联盟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们不应该在边境地区进行小规模摩擦 我一直主张进行最高层级威慑 最高层级威慑 也就是前苏联的做法 为什么是最高层级的威慑 就是小规模摩擦会导致马列在海峡出事 因为整个印度洋是个烟喉要道 我们最高层级的威慑的意思就是 我在小事上不跟你计较 但是触及到核心利益 你必须亡国 你必须出现你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就不要在小动作上面 我当然知道我们的边防军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努力 当然我们改善他们的生活 改善他们的装备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方法 但我们的主要是展示强大的威慑能力 这个威慑能力就是告诉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不仅捍卫马六甲海峡 而且可以确保整个印度洋方向的全部通道 畅通无阻 任何人搞事情 他的后果是亡 亡国 亡者是要这样做事情的吗 亡者不能让自己的中低层干部 搞小动作 搞太多小动作 更不能允许舆论胡来 亡者要有亡者的样子 亡者风范 好 中印关系 我想就说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阳光与路是主要的 因为要让印度人感觉到 特别是让中印边境的区域的 印度的那些小的帮族人 他们有些人是属于汉藏仪系的 汉藏仪系的 要让他们感受到 我国对他们的关怀和爱 阳光与路要洒到边疆去 第二个层级是我们必须控制了 我们是个舆论导向真的问题非常大 不可以对一个大国 14亿的大国 特别是对他们的人民 有任何的不敬羞辱 幸灾乐祸 不可以 第三个层级 就是我们必须战略为首 今天就算把印度的事情 这也没聊透 就是简单的念叨一下的 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聊不透 先说这么多吧 以后有空再聊印度的事情